巨大的爆炸威力让行人被震倒在地 紧接着他赶紧起身拔腿狂奔 还有人选择跳进湖水中求自保 这是乌克兰克列缅秋格市 一家购物中心附近公园拍下的景象 这家购物中心27号遭到俄罗斯飞弹攻击 当时里面大约有1000人 也因此造成了多人死伤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此召开紧急会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视讯 向各国代表喊话 表示俄罗斯应该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同时呼吁各国代表将俄国逐出联合国 但俄国坚称非但集中的是武器库 还说乌克兰当局只要下令全国放下武器投降就能结束战争 而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各国提案制裁影响 同时俄国代表还反向泽伦斯基 批评他利用安理会进行公关活动 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西方武器 不过俄罗斯这种死鸭子嘴硬的态度 连俄国寡头都看不下去了 俄罗斯履业大亨德里帕斯卡认为 乌俄战争是不会有任何赢家 并强调俄罗斯会为这些行动付出经济代价 但他的发言相当谨慎 避免直接批评俄国总统普丁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